好 我们现在要来写放音乐的程式 那我们希望把音乐放在这个我们的资源档里面 然后下面要有一个按钮 这边播放影片 这边播这个 这边播照片 这边播声音 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声音档 比如说老师准备了两个声音 就是这两个 就这两首歌 两首MP3 那我们按照之前学的方式 我们要把它放在资源resource底下 但是这边要create一个新的folder 这边要这样子做 按右键 你可以去new一个什么 Android的resource directory 好 这边选的时候呢 你就要注意了 这边的名字你可以随便选 譬如说我选MP3 但是这边的value呢 你就要选这个row 好 按ok OK 这边就出现了 row 那刚才的那个歌呢 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就给它Ctrl C 这边的选歌的时候 你要注意哦 这边它是规定都要用小写的 如果你是有大写的英文的话 都会错哦 没关系 你去try arrow就好 也可以 把它贴上去 好 按ok 那我们有两首歌就在这里了 那这边的layout呢 要放一个button 所以我们要再加一个这个 加一个横向的layout 好 那这边不太好加 你看 加到这里它要跑下面 所以我们就把它加上来 再把这两个颠倒就好了 然后这个呢 好 这两个这个要wrap content 这个呢 这个要注意这个 也要wrap content 然后这个也是要 最好对一下 好 那这个下面要放什么 要放一个button button的名称呢 我们取叫btnplay 因为要播放影片 播放声音 然后它的text我们给它 给它打一下 比如说那首歌的开头是 你一定是什么 所以我就这样写 好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好吧 可以看看那要有没有跑掉 嗯 下面没看到对不对 哦 这个地方有没有 其实这应该没有关系哦 再跑看看 这可以按 这个可以播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声音了 声音的话是很关键的哦 嗯 我们切到主画面来 我们布置的那个按钮这边呢 照之前的道理哦 这边也要把它 读进来哦 Btn的play 然后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它读进来 Btn的play 要等于强迫转型 这个方式去找哦 Btn的play Btn的play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做哦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做哦 Btn的play 你的setonclicklistener 这种方式来讲 这种方式去用 比 까요 跟这边的这个格式一样哦 ОсDid Music 因为它没有 那它是红色的 等一下我们要在下面要做这个这个的 我們先把這個他的殼做出來 所以一樣是這樣 private button 你的click Listener 用一個BTN 誰 Play 等於這邊都是用什麼方式 用new的方式去把它做出來的 所以按照上面的方式來打 Click Listener 底下我們也是一樣去宣告一個public void的click 是件 view 小v 好 這邊要放程式 放什麼 放要唱歌的程式啊 老師 那唱歌的程式要把那個他的播放音樂的 或影片的那個player 要把它找出來 所以我們在最上面的時候 在宣告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也要跟著要宣告一個播放器 Private的 他是這個class 很簡單 就是叫做MediaPlayer 我們給他大小寫不一樣 好MediaPlayer 這邊宣告完的時候 在哪邊實現出來呢 在我這個元件按Create起來之後 把這個Listener都建好的時候呢 在這個地方把它實現起來 你在上面實現也可以啊 我們在這邊把它實現出來 就把它建立起來 是在MediaPlayer 你呢去Create吧 Create 這個是在現在的這個內容底下的啊 啊 就是resource嘛 你的剛才這個row不是我們建的嗎 好 這個row啊 你的底下的什麼 哇 這邊有兩首歌 這個是你一定是 什麼什麼什麼 是這首 好 你要用這首的話也可以 好 這個呢 就是它的這個 我們叫URI 這一串 叫做URI 以後呢 如果這邊也會常常用到 我們把第二首也準備好一下 第二首叫什麼 這個是很難 很難該說什麼 好 這樣子的話先把它remark起來 它好了之後呢 它要被play出來的話 是在哪裡 是在這個按鈕被按到的時候嘛 我們沒有做很多的控制 所以我們就做 其實有時候要try catcherror這樣 我們都沒有做 我們就先把它有功能再說 MediaPlayer 你就去play吧 你就去start 我們也沒有停止 也沒有那個 也沒有說叫它暫停 或是繼續 我們就是先這樣子 看看效果如何 大家在做這個的時候 記得那個平台呢 要用 來這邊 engladei screen 4.0的 Do you know Mollypulp好像有問題哦 所以這邊可以播 然後 可以唱一段 因為歌詞在這 kä Holmes 一定是 我們沒有做什麼其他暫停 或者是停止的控制 所以目前先這樣 好 又在我身旁